新闻首先我们来关心的话题是中台苏拉 目前正在逐渐靠近台湾 气象局是在傍晚五点半的时候 针对屏东、恒春半岛发布陆上警报 目前台风的强度是有稍微增强 暴风圈也逐渐扩大 从晚间开始 东半部还有恒春的风雨都会增强 预估在周三、周四是台风强度最强 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 包含了华东还有南部山区 都必须要严防苏拉所带来的强劲风雨 麻省捆绑树干台东车上相公所 赶在苏拉台风肆虐前 在京城武术四周持封面 进行防台加固 同时封闭道路禁止人车通行 随着第九号台风苏拉逐渐接近台湾 目前台东蓝雨已经开始出现 间歇性大雨 由于往返蓝雨和绿岛的对外交通 已经全面暂停 正值旅游旺季的蓝雨 也因为台风搅局旅速生意变得冷清 由于气象局已经发布海景 蓝雨岛上许多观光景点都管制 旅客行程被迫取消 也有人担心台风过后会面临关岛困境 根据中央气象局指出 目前苏拉台风强度变强 暴风圈变大 预估周二晚上开始 东半部和恒春半岛雨势将越晚越明显 气象局在二十九号下午五点半 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在星期三的时候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 它降雨时间比较长 整天会断断续续下雨 至于南部地区北部地区还有马祖地区 则会有局部短暂下雨 气象局提醒苏拉青台期间 华东和南部山区要严防举步大雨 加上苏拉台风正好碰上农历大潮 云林以南的沿海迪娃地区要严防积淹水 预计周四下午两点后暴风圈有机会脱离南部陆地 只是目前海面上有苏拉台风和海魁台风 是否产生藤原效应的密切观察 气象专家预测目前苏拉和海魁这两个台风 还有一段距离 加上海魁台风结构没有苏拉扎实 预测产生藤原效应的几率低 统计节至今天下午两点 国内线航线取消八个架次飞机 国际和两岸航线则没受到影响 记者张明哲 郭俊林台东台北报道 葡雅 感谢观看